然後後來古人呢 乾脆就以鳥這個字 來做為所有的鳥類的 總稱 叫做鳥 它本來特別指的是長尾 因為它尾巴特別特別長 然後才跟短尾呢 做為區別 最後才變成一個總稱 所以之後就 鳥類的總稱 這是後來的發展 叫做鳥 凡是跟鳥有關係的字 鳥類都是稱鳥 不管它是長尾巴短尾巴的 最後的就生物 就屬於生物的範疇 然後前面這個字呢 應該是婚姻字 沒有問題 我之後在這邊用一個 紅的方形 寫出它在造字的時候 它是屬於哪一個類型 第二個字呢 很明顯的屬於像形字 對吧 大家都不會有疑問的 它很像的一個形 在大自然能夠見到的 像形字 然後 意思上呢 有幾個 一個是特別指的是鳥 然後 也有當做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 粗俗的話 就男性的生殖器 對啊 這是真的 然後第三種是下流的 比方說很鳥 年輕人可能會說 鳥人鳥事 就是痛到很懂的事情 這樣 這幾個是大概比較常見到的 不寫喔 你們自己寫 因為 不好意思 然後 鳥語花香 老師也是 成語 因為有小孩在 微成年 所以 可以透露的 透露 鳥語花香 然後呢 鳥是沒有反譯詞的 對吧 鳥有反譯詞很恐怖耶 然後呢 另外還有一個 比較 偶爾會見到的 一個成語 叫鳥進攻 長 吐死狗噴 聽過喔 這講到張良他們的故事 張良韓信他們的故事 這樣 你有聽過嗎 沒有 反正這是 這是這個 漢代的時候發生的 是不是張良是漢代的 就是當時他們 漢武帝喔 找了這個張良 就是據說是在什麼 橋下碰到 然後覺得他這個人厲害 就 就舉相是嗎 漢高主 漢高主 沒有幫 我說錯了 變成漢武帝去了 然後 結果呢 用成功的 這個 拿下天下之後呢 張良首先很聰明 他就說 我感覺 這個王啊 皇帝已經拿下了 所有一切 現在開始要處理 處理 現在 當年幫助他的那批人 所以我們要趕快 適可而止 就走了 他本來封像啊 幹嘛給他 他就走了 韓信是第二個知道的 最後 還有一個人叫什麼 忘記的 蕭和 他最笨 他最後 蕭和 他最後 然後 好像也都不是有很好的下場 韓信最慘 韓信最慘 蕭和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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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只有張良是很聰明的 避開所有的那個 就是人家說叫 鳥禁工廠 所有的森林的鳥都被 都被獵人了 捕捉完了 這時候呢 其實就沒有鳥可以捕獵了嘛 就把公呢 藏起來 意思是說 你本來是幫助他打漢朝的天下 拿下天下的人 現在漢朝已經被我拿下了